突然找到這個Restone Express了 是這種動物園小火車 哇喔 這看起來超級高的 這間是指揮官的馬舅 這一塊就是馬蹄形的那個河 現在大小火車下山了 今天早上來參觀這個賣生的瓷器工廠 進來的時候可以跟他領一個這個平板 它是導覽機 今天穿了一間運動的單褲 因為我的單褲拿去洗了 只剩下這個 然後綁了一個包頭 因為今天太陽很大 車裡搭上戴毛巾 這裡超多這種城市導覽的公車 到處都有這種小攤子 像是前面那個綠色藍色的也是 還蠻方便的 大家如果進去來搭這種 可以跳上跳下公車的話 都可以來這種地方買票 公車就是像這一種雙城巴士 還蠻多人的耶 今天原本要去的沙克森小瑞士 都是這一種的地址警官 突然找到這個Fastone Express了 火車站在那裡 然後一直沿著那條路走 過了這個廁所之後 這邊就是有很多的公車站 然後這一個就是了 喔 長這個樣子耶 很難看 這個入口在後面 然後我是買來回票 好 全人溜喔 座位長這樣 座上面好了 剛剛就是從這一條路走過來的 所以這個車站其實 不在火車站附近 走路大概還要 3-5分鐘吧 現在出發了 現在轉成第二台 是這種動物園小火車 現在要來這裡搭電梯 剛剛買好票 欸 是這裡嗎 學生票十歐 還有喊電梯 現在就是來參觀這個堡壘 電梯下來了 是一台很大 很深的電梯 超級大台 比Costco還大 這裡 剛剛買票的地方在這裡下 裡面有看到小城莊耶 不知道哪一個方向是可以看到 才認識的 哇喔 這看起來超級高的 底下有人在走的這一條路 就是如果你不搭電梯的話 可以走這一條上來 這裡有看到小城莊耶 前面看得到河樂 那一條 就是小妹妹 這個方向是德勒斯的 哇 這裡風超級大 太累了 底下是走上來的城門耶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剛才看到那個黃黃綠綠的 原來是泡 這整個堡壘的模型 超級大耶 就是建在一個高高的平台上面 那邊看起來好了 現在這個廁所還蠻新的 接下來底下這裡 超級涼 這一間展覽廳 到處的這種 無極的麵板 讓大家可以聽到的 這個好可愛喔 有給小孩穿的衣服 然後我剛剛想說 怎麼有看到他們穿這個 剛剛的展覽是在這一棟 我現在看完了 打算找一個陰涼處 我現在吃我自己帶的三明治 現在已經快要兩點了 有點餓 其實還蠻多人來參觀的耶 走到哪裡都很多人 看來是個熱門景點 所以今天是指揮官的馬舅 他好好笑喔 他還放聲音 然後是夾馬 這個互動室遊戲 剛剛底下這個 他就會發電 然後這個就會動 超級深入 這裡有一個超大的廣場 然後這間應該就是餐廳 現在賣冰淇淋 大家都在排隊 這間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展覽廳 然後剛才看的展覽就是在這邊這一棟 這裡為什麼會有人在曬衣服 是要人住在這 這一棟是教堂 然後這裡可以開一杯盒 另外一邊長這樣 這一塊就是馬蹄形的那個河 走下來 旁邊這裡看就很清楚了耶 馬蹄形的河 哇 這些石頭 應該就是這幾天 在德爾斯正義是聽到的 山東 應該叫沙岩吧 就是他們來蓋 王宮啊什麼那些 這裡居然也有一小片的小樹林 看起來非常的冒昧 哇 有沒有看到嗎 前面那一隻 那是羊吧 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站在往前 連接那邊一直走 就可以到我剛才一開始拉電梯上來的地方 所以我剛才就是 繞著這個堡壘這個牆 走了一圈 羊在這 那小孩子在學羊叫 他過來了 哇 天啊這小羊 他居然要從這裡下去 太可怕了吧 感覺被卡住了耶 厲害 現在就這裡 往出口前進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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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超酷的 然後 這裡就是 我剛才是從上面看下來 現在要走下去 對不對 感覺有點危險 現在走這條路下去 剛剛看了一下 他那個票就是 不管怎麼樣都是有和電梯的 所以就算你都是走上來走下去 票的價錢跟搭電梯的都是一樣的 這樣子看超級高的 人份以為他說搭電梯是搭這邊這個 很高的 右邊這個 結果沒想到是 現在有很多人走出來的這裡 然後旁邊就是受票停 現在搭小火車下山囉 滿涼的耶 這個風 哇 他們帶腳踏車 上船 這個就是剛才在上面看到的伊北河了 對面這裡 有好多羊喔 剛剛一直在叫 現在要走回去 前面這邊 大火車 前面有三組人在划 橡皮艇耶 長得像是之前 我在巴黎島玩泛州的船 不對 是四組 這一個橋 是我今天的 倒數第三個景點 那就是 藍色驚奇 現在來施工 應該過得去吧 接下來要去搭這個籃車 還是這種吊子 就是 那邊今天山上綠綠的那個 到了 但是他是不是關門了呀 還沒喔 到晚上八點多還有 那就上去看看 這邊路口 安一趟 十分鐘後有一班車 就是這整個樣子 然後可以看得到 剛才的藍色驚奇 他的家務表 單層四歐 來回六歐 然後九歐票也可以搭這個耶 所以就不用用來買票了 藍車 好嗎 今天我希望你 不只是在旁邊 到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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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要去 到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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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旁邊 可以到旁邊 身上收獲 這個地方 都可以看到 要趁可是 这个点主要就是上来 然后可以看河景的蓝色惊奇那座桥 所以我觉得如果 因为它山上其实是还有规划一些 见景的路线 是让大家来参观 一些历史建筑的解说之类的 但如果没有特别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其实不用特别跑上来 因为现在是9欧票可以用 所以不用另外再买车票 但是平常的话来回要6欧 上来看一下河景跟那个桥 然后就下去了 我觉得还好 而且它这边就是只有一个咖啡厅而已 如果你没有特别想要去参观 其他一些历史建筑的话 那我现在可能就在这边再慌一下 我就准备要搭下山的烂车了 这是无人驾驶 真的动得真的超级满 结果这里根本看不出来哪里 是有船公司的 只有对面那一个 但看起来也都没人耶 所以该不会是没有可以搭了吧 那我就只好回去搭火车了 近看就是这样的蓝色啦 但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蓝耶 感觉比较偏绿 今天早上来参观这个 麦森的瓷器工厂 现在先进去买票 承认要是12欧 然后可以跟附近的一个城堡 一起买一个组合票 19欧 它的导览有中文 又来放包包咯 我的门票 现在进去咯 这只兔子做得好可爱哟 可是价钱不太可爱就是 来到我的老老鸡咯 看小电影 桌子上有一个小小的杯子跟一个头 大展示给我们看 这些就是各式各样的石膏模具 这一间小房间 这一间是杉士组装 这一间是杉士组装 这个键就是麦神石器的标示 它在剪这个小天使的羽毛 它这里有两座小小的 是可以让它摸摸的耶 这里还有一间outlet可以逛 应该就是比较便宜 不可以记得 刚刚参观完石器工厂了 然后现在要走路去这一个 就是以前做瓷器的地方 原来从瓷器工厂到这个城堡的公车 是这一种小的 原来上来之后还有这么多房子 就是有一个大教堂 这里还蛮多餐厅的 现在要进去啦 这个outlet book 都做城堡之后 那原本的那张票 去给它换一张 这里的小门进来之后 上走就是展览厅 进来之后可以给它领一个这个平板 它是导览机 而且它居然又有中文 就是有这个东西 然后让这个平板对着它 可以有导览咧 你这样看啊 就会有当时的模拟 这个太酷了 但就走进来这一间房间之后 它的画面就自己出现了 毛毛拖鞋 春霜 超好 这地板超级亮 城堡模型 它看起来还蛮大的 现在就是在最东边 要来刷第三个 我们再来走这个大的楼梯下去 看这边的窗户都是这种 没有办法看非常清楚的 这个是它刚才导览许到的 也有提 那我现在在这个下楼 走回去拿东西 然后还这个房子 觉得这个 城堡还蛮不错的 还有这个导览 大家如果刚好有 看到Maisen的话 可以考虑来这个景点逛一逛 因为毕竟Maisen也没有很大 啊 哇 在厕所 这里 可以看得到一北河 对面就是Maisen小镇 这一侧也是 只是这一侧是老城市 今天天气还不错 现在要沿着城堡走下山 城堡就在这儿 后面那里 右边底下就是河 这里居然有个电梯 找到我玩了吧 从这里搭着眼 现在让我一开始来 经过这个城堡口 我刚才就是往直走 那个方向一直走 然后如果 要走这条路一直往上 也可以绕一圈到城堡的路口 我发现这里观光客真的蛮小的 看这个街我就知道 所以如果是对瓷器 还蛮有兴趣的话 还蛮推荐来这里逛逛的 毕竟人这么少 如果想要拍欧洲街道的样子 应该也是蛮好拍的 然后 搭这台车 直接到捷克 是蓝色的 买到一个座位 还错的是有副主角 大概要搭两个半角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